撒母爾記上第十七章 非利士人招聚他們的軍旅 要來爭戰,聚集在屬猶大的梳哥 安迎在梳哥和亞西加中間的以弗大吻 蘇羅和以色列人也聚集 在以拉谷安迎 擺列隊伍要與非利士人打仗 非利士人站在這邊山上 以色列人站在哪邊山上 當中有谷 從非利士營中出來一個討戰的人 名叫哥利亞,斯加特人 身高六爪零一虎口 頭戴銅盔,身穿海甲 甲重五千蛇蠟 腿上有銅護膝 兩肩之中背負銅擊 槍桿粗如織布的機軸 鐵槍頭重六百蛇蠟 有一個拿盾牌的人在他面前走 哥利亞對著以色列的軍隊站立 呼叫說 你們出來擺列隊伍做什麼呢? 我不是非利士人嗎? 你們不是蘇羅的伯仁嗎? 可以從你們中間揀選一人 使他下到我這裏來 他若能與我戰鬥,將我殺死 我們就作你們的伯仁 我若勝了他,將他殺死 你們就作我們的伯仁,服侍我們 那非利士人又說 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軍隊罵陣 你們叫一個人出來,與我戰鬥 蘇羅和以色列眾人聽見 非利士人的這詩話 就驚惶,極其害怕 大衛是由大伯利行的已發他人 耶西的兒子 耶西有八個兒子 當蘇羅的時候 耶西已經老邁 耶西的三個大兒子跟隨蘇羅出征 這出征的三個兒子 長子名叫以利亞 次子名叫亞比拿達 三子名叫沙馬 大衛是最小的 那三個大兒子跟隨蘇羅 大衛有時離開蘇羅回百利行 放他父親的羊 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來站著 如此四十日 一日耶西對他兒子大衛說 你拿一依發烘了的瑞子和十個餅 速速地送到營裡去 交給你哥哥們 再拿這十塊奶餅 送給他們的千夫掌 且問你哥哥們好 向他們要一封信來 蘇羅與大衛的三個哥哥和以色列眾人 再以拉谷與非利士人打仗 大衛早晨起來 張揚交托一個看守的人 照著他父親所吩咐的話 帶著食物去了 到了知眾營 軍兵剛出到戰場 納喊要戰 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擺裂隊伍 彼此相對 大衛把他帶來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 跑到戰場 問他哥哥們安 與他們說話的時候 那討戰的就是屬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亞 從非利士對中出來 說從前所說的話 大衛都聽見了 以色列眾人看見那人就逃跑 極其害怕 以色列人彼此說 這上來的人你看見了嗎 他上來是要向以色列人罵陣 若有能殺他的 王必賞賜他大財 將自己的女兒給他為妻 並在以色列人中 免他父家立娘當差 大衛問站在旁邊的人說 有人殺這非利士人 除掉以色列人的恥辱 怎樣待他 這未受國禮的非利士人是誰 竟敢向永生神的軍隊罵陣嗎 百姓照先前的話回答他 說有人能殺這非利士人 必如此如此待他 大衛的長兄以利亞聽見大衛與他們所說的話 就向他發怒說 你下來做什麼呢 在曠野的那幾隻羊 你交託了誰呢 我知道你的驕傲和你心裡的惡意 你下來特惠要看爭賤 大衛說 我做了什麼呢 我來起沒有緣故嗎 大衛就離開他轉向別人 照先前的話疑問 百姓仍照先前的話回答他 有人聽見大衛所說的話 就告訴了蘇羅 蘇羅便打法人叫他來 大衛對蘇羅說 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膽怯 你的驕傲要去與那非利士人爭戰 蘇羅對大衛說 你不能去與那非利士人爭戰 因為你年紀太輕 他自幼就作戰時 大衛對蘇羅說 你驕傲為父親放羊 有時來了獅子 有時來了熊 從群中咸一隻羊羔去 我就追趕他 激打他 將羊羔從他口中救出來 他起來要害我 我就周著他的鬍子 將他打死 你驕傲曾打死獅子和熊 這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軍隊罵陣 也必像獅子和熊一般 大衛又說 耶和華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爪 也必救我脫離這非利士人的手 蘇羅對大衛說 你可以去吧 耶和華必與你同在 蘇羅就把自己的戰衣給大衛穿上 將銅盔給他戴上 又給他穿上海甲 大衛把刀夸在戰衣外 事事能走不能走 因為蘇來沒有穿慣 就對蘇羅說 我穿戴這奢不能走 因為蘇來沒有穿慣 於是摘脫了 他手中拿仗 又在溪中挑選了五塊光華石紙 方在代女 就是木人帶的囊女 手中拿著甩石的機緣 就去迎那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也漸漸地迎著大衛來 拿盾牌的走在前頭 非利士人觀看 見了大衛 就藐視他 因為他年輕 面色光紅 容貌盡美 非利士人對大衛說 你那將盜我者女來 我豈是狗呢? 非利士人就指著自己的神 就助大衛 非利士人又對大衛說 來吧!我將你的肉 吸空中的飛鳥 田野的酒壽吃 大衛對非利士人說 你來攻擊我 是靠著刀槍和銅擊 我來攻擊你 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 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 今日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手裡 我必殺你 斬你的頭 又將非利士軍兵的屍首給空中的飛鳥 地上的野獸吃 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又使者眾人知道耶和華使人得勝 不是用刀用槍 因為爭戰的勝敗存在乎耶和華 他必將你們交在我手裡 非利士人起身 迎著大衛前來 大衛急忙迎著非利士人 往戰場跑去 大衛用手從狼中逃出一塊石子來 用機緣甩去 打中非利士人的額 石子進入額內 他就扶倒 面伏於地 這樣 大衛用機緣甩石 勝了那非利士人 打死他 大衛手中卻沒有刀 大衛跑去 站在非利士人身旁 將他的刀從竅中拔出來 殺死他 割了他的頭 非利士眾人看見他們討戰的勇士死了 就都逃跑 以色列人和猶大人便起身立喊 追趕非利士人 直到加特和以甲倫的城門 被殺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陰的路上 直到加特和以甲倫 以色列人追趕非利士人回來 就奪了他們的刑盤 大衛將那非利士人的頭拿到耶路撒冷 卻將他軍裝放在自己的帳篷裡 蘇羅漢見大衛去攻擊非利士人 就問完碎 厄尼爾說 厄尼爾啊 那少年人是誰的兒子 厄尼爾說 我敢在王面前起誓 我不知道 方說 你可以問問那幼年人是誰的兒子 大衛打死非利士人回來 厄尼爾領他到蘇羅面前 他手中拿著非利士人的頭 蘇羅問他說 少年人啊 你是誰的兒子 大衛說 我是你伯人百利行人耶西的兒子 還想要找你 你做的兒子 這兒子 這兒子